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霆锋导师战队和李健导师的战队成为最强战队的几率都挺大的 无论是这两个战队中哪一个成为最强战队 大家都不会感到太意外 反倒是傅信尧成为人气王这一点更让大家感到震惊 在第七期播出之前傅信尧已经有好几期没出过劲了 很多人都快忘了谢霆锋战队里边还有这么个选手 说白了就是他的存在感并不高 一 傅信尧成为首期官方人气王 谢霆锋战队双血临门 从观众的角度去看 在谢霆锋战队中最有人关注的便是外表阳光帅气的曹阳和致力于搞原创的贾一藤 且谢霆锋战队的相关话题基本都是关于这两个人的 所以在谢霆锋战队内部 傅信尧都不是最受关注的学员 更别提是在全队战队里吧 要说谁是四大战队最受关注的学员 我觉得他就是看着年龄很小 然而歌声却很有爆发力的山一纯 山一纯每唱完一首歌这首歌就会上热搜 在前20强里面呢 山一纯的风头无人可抢 一个是谢霆锋战队的小透明 一个是屡次上热搜的红人 傅信尧和单一纯之间的人气差距 本该是非常大才对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傅信尧通过在第87和第97中的表现 成功超越了单一纯成为了官方点名表扬的人气王 近日好声音官微在发文恭贺 谢霆锋战队成为年度最强战队的同时 也单独表扬了该战队的傅信尧 凭借着抓人的阴色和稳定的表现 傅信尧成为了官方新势力榜单的第一名 也是该榜单第一期的人气王 二 第一轮导师对决 谢霆锋给傅信尧压了两分 第77是谢霆锋战队和李荣浩战队的PK 傅信尧是第五个出场的 当时让大家震惊的并不是傅信尧的出场顺序 而是谢霆锋对他的重视程度 在他之前呢 谢霆锋没有在任何一个血缘身上压两分 这证明了谢霆锋的两分是要压给傅信尧的 众所周知压两分就代表着导师 对这一位血缘的实力是非要有信心的 他详细傅信尧能够为自己的战队拿回两分 这一点还是很让大家吃惊的 毕竟谢霆锋战队里边热度最高的是曹阳和贾一腾 大家之前都以为他会把两分压盖 那两个其中一个 不得不说呢 谢霆锋的压分是让大家重新开始关注起了 这位曾经被大家遗忘在脑后的选手了 在听完他的那首消失之后 大家终于懂得了谢霆锋看中他的原因 傅信尧的声音是极其有特色的 辨识度非常的高 还有一点空灵的感觉 当他开口唱消失的时候 很多观众都爱上了他的声音 有着让人喜欢的声音 再加上不错的唱功 大家很快的就沉浸待了他的歌声当中 并且开始关注他 三 两次击败高锐之后成为最强黑马 当听到傅信尧的消失之后 很多人瞬间想到了傅信尧当初打败高锐的事情 也想起了当时被傅信尧歌手经验到的那一颗画面 其实大家也不是遗忘了他 而是因为盲选阶段后期出现的曹阳正义太大了 再加上傅信尧后期也没有怎么出镜 所以大家就慢慢的忽略了他 当时在第一次打败高锐的时候 他成功的进入到了谢霆锋战队 并且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关注 不过当时大家只是觉得他的歌声好听 对他没有特别大的期待 然而在唱款消失之后 大家终于意识到了他的实力 以及谢霆锋对他的看重 逐渐开始关注他了 所以在导师终极对战当中 再次看到他遇上高锐的时候 观众的内心是有点为他感到紧张的 因为高锐的每一场比赛都在进步 并且还是典型的压力越大发挥的越好的选手 果不其然 高锐上场的时候 一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惊艳到了大家 李宇春导师在他唱歌的时候 欣赏地看着他 而观众们更是表示 高锐越来越厉害了 现在唱歌的时候的感情 也显得越来越真挚了 稍微美中不足的是 高锐有一句歌词唱错了 面对高锐超长的发挥 傅信尧是很有压力的 但在唱歌的时候 他克服了这种压力 向大家展示出了优美的歌声 傅信尧的声音和唱功依旧在线 很多人都表示这首歌非常好听 最后傅信尧以很小的差距赢过了高锐 傅信尧凭借着被薛信尧表示压两分 以及两次赢过高锐的这件事情 成功地得到了更多人的注意 人气迅速增长 甚至超过了单一纯 成为了人气王 不得不说傅信尧就是好声音 2020开播至今的最强黑马 他不出现的时候 大家或许不会想起他 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 总有一种惊艳世人的感觉 期待他在接下来的比评当中 能够继续有高水准的表现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